郭文貴議員 我們都了解先前 這個要馬熙會的先前 那包括總統武秘書長行政院的院長 還有包括甚至於陸委會主委 那先前都有來立法院 來先向王院長做說明 然後由王院長下午再召集 由各黨團來做一些請朝野來做 做報告 那包括總統武秘書長 包括行政院院長以及陸委會主委 都要來做闡述做說明 但是民進黨包括台聯他們都一直認為說 這是黑箱作業 那一直把它扭曲 那甚至於這個蔡英文 民進黨的黨主席說 這是傷害民主 那既然你認為說 今天是這個黑箱作業 那馬總統他去跟馬熙會以後 要來國會做國情報告 我認為應該要讓他來做報告 那甚至於馬總統還願意接受說 這就比照國民大會的模式 三個人兩個人 由各政黨推出 然後這個詢問完以後 由總統來做統一的做說明 而且他這一次去 這個是有對等又有尊嚴 而且也沒有發表共同聲明 也沒有簽任何的協議 那其實這個很清楚 我們是希望說 以後這種模式能夠建立 因為既然要監督 然後又說 他是黑箱作業 那要監督就是要到國會來 去馬熙會完以後 來這裡做報告做說明 那你這個又不讓馬總統來 所以說我認為這個好像有一點 這個南遠北側 這是什麼邏輯我都想不通啊 所以說我們呼籲 因為今天早上 朝野協商的時候 民進黨台聯沒有去 民進黨還是因為著反對 認為說這個不必到國會來做國情報告 那我認為說其實 這個我們當然國會議員 這個在立法院裡面 我們是一個代議制 那要是說總統能夠來這裡 這個做國情報告 我認為這也符合名義啊 而且甚至於這個在野黨 他們認為說 是不是要一問一答 其實一問一答是 這個違反整個憲政的規定 所以說我們呼籲在野黨 像這種事情大家要面對 要理性 讓總統能夠來這裡做國情報告 國情報告完以後 大家有意見 你三個兩個 並在一起 來提問 由總統來統一做說明 我認為以後能夠建立這樣的制度啊 我認為是應該是 這個 這個 互合啊 我們整個一個民主程序 以上 謝謝 林東副委員 請江慧曾委員發言